据参考消息报道 俄罗斯消息报网站近日消息称 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总裁德米特里·罗格金 22日在电报社交平台上发布一段视频 展示了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 在攻击目标区域后留下的弹坑 罗格金警告说 侵略者在拥有如此强大武器的俄罗斯交谈时 应该更客气一点 报道介绍 测试在勘察加半岛上的军事训练场进行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导弹攻击后留下一个深度达数米的漏斗形锯坑 可以静止下到坑底 罗格金写道 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玛特的一个试验弹头留下的弹坑 简称试验弹弹坑 如果有了核装药 敌方目标所在地球会出现这样的弹坑 嗯 非常大 非常深 且具有放射性 而且不只是一个 罗格金透露 对洲际弹道导弹萨尔玛特的测试 将在2022年全年进行 第一批量产型导弹 计划于今年秋末投入战斗值班 报道注意到 同一天 核军战略导弹部队司令 希尔盖卡拉卡耶夫表示 在未来几十年内 不太可能研制出 可拦截萨尔玛特弹道导弹的武器 他指出 这种导弹可以飞越北极 在必要的情况下 也可以走飞越南极的线路 报道称 5月19日 罗格金在谈到萨尔玛特的威力时表示 只需一枚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 就可以摧毁一块大陆的一半海岸 卡拉卡耶夫则在4月24日表示 萨尔玛特可以配备多个先锋 高超音速战斗部 报道还称 4月20日 俄罗斯成功试射 萨尔玛特导弹 这是在国家测试计划 序列中的首次试射 在完成国家测试计划之后 萨尔玛特将交付战略火箭兵 萨尔玛特导弹